一个非洲人站在一个火圈的中央 在众目睽睽之下 突然腾空悬浮起来了 他就像是摆脱了牛顿的万有眼力一样 令人不可思议 这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德国记者 在七十年代拍摄的真实影像 但当他将这个录像带回去后 他不得不为自己名誉受到了严厉质疑而进行辩护 当时的拍摄地点是在非洲的一个岛屿上 一位穿着长袍的非洲人来到沙滩上 他手持着一根树枝 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 他用树枝在沙滩上绘制一个圆圈 圆圈画好之后 那位非洲人就将树枝折断 大力将树枝甩掉 然后伸开双臂仰望着天空 似乎是在祈求上天赐给他力量 接着他双手轻轻按住脸颊 低着头闭着眼睛 开始沿着刚才画的圆圈行走 进行一种神秘的仪式 他以缓慢的节奏绕着圆圈往复行进 一圈又一圈 直到最终停下来 而此时 太阳已经快下山 天色逐渐暗下来 到了天黑的时候 刚才画好的圆圈上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那个非洲人就站在火圈里 他的族人们在周围一边敲着鼓 一边唱着催眠般的歌曲 突然间 那个非洲人开始悬浮起来了 只见他的双臂微微伸展开来 整个人慢慢的往上飘浮 完全没有任何支撑物将他从地面升起 也没有任何设备将他吊起来 他就那样凭空升起来 他的身体似乎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的驱使 毫不费力的飘浮在空中 人们没有看到任何可见的线索或装置 他就像是与地心引力解除了联系一样 自由自在的在空中轻轻飘浮 这令德国记者目瞪口呆 他无法理解眼前的奇观 他用第二台摄像机从后背进行拍摄 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捕捉更多有价值的镜头 从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那个非洲人正在伸开双臂 仰望着月亮 嘴里不停地说着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 他仿佛在与月亮对话 似乎是因为月亮赋予了他悬浮的力量 不一会儿 他瞬间就从地上漂浮起来 他似乎完全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 不可思议地漂浮在空中 随后 他开始慢慢降落 但当他触及地面时 他立刻又往上漂浮起来 在漂浮的过程中 他一直保持着一样的姿势 一直仰望着天空 嘴里一直念念有词 突然间 他从空中掉落下来 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 显然刚才的悬浮状态 已经消耗了他所有的力气和能量 德国记者无法理解眼前的现象 尽管这个视频令他的声誉受到质疑 但他坚信自己所拍摄的是绝对真实的 并非任何欺骗或者换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